這個地方我剛剛已經把那個最後完成的程式碼 需要加進去的地方也把它傳上去 我們先把那個畫面給各位看一下 總共你們等一下到那個雲端空間裡面 重新整理一下 在程式碼裡面會看到1234 總共有四段程式 也就是說如果考試的時候會需要加入的 這四段程式 那這個有點像填空體 填空體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前面部分我想我剛剛已經講過 解釋過就是說裡面的話 當就是宣告連結 這個地方就連結 連結五個 最後把這個兩個按鈕 預設就是False 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再來加入的部分 有哪一些特別注意 首先的話呢 上面這一段Create SQL 這個是一個語法 這個語法是做什麼用呢 實際上就是產生資料庫的 資料表的一個語法 裡面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已經預先寫好了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你要自己產生的話 你要自己產生自己的資料表 這個部分你必須要自己寫上去 那語法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參考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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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QL裡面語法 比如說你要產生一個資料表 語法就是 Create Table 那這邊的話 if not exist 如果它不存在的話 才產生 如果它已經存在就不產生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你這三個單字 可加可不加 一般你Create Table 後面就給一個table名稱 那這個table名稱叫什麼呢 實際上就是叫mytable 有沒有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變數名稱 就是table name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要加入什麼 加上後面呢 會有兩個欄位 那這兩個欄位名稱一個feel1 feel1叫什麼呢 就是底線ID嘛 feel2就是底線test 所以呢 會產生兩個欄位 這兩個欄位呢 分別怎麼樣呢 一個是integer 就是ID是integer 而且呢 它是primary key 主要的key 加上什麼呢 自動帧號的功能 就是說 這一欄 你不需要去給它持 它會自動 1 2 3 4 自動會跳號 預設 這個就是自動帧號 然後呢 第二個欄位 是叫做底線test 它是一個varcha 這個長度可變的一個字元 然後呢 拿著num就是 不能為空字 一定要有資料 OK 所以有兩個欄位 那將來我們會用到的 實際上就是後面的那個test 就是存資料 記事的話 實際是記在底線test這個欄位裡面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一行其實是 已經寫好了 還要考試沒考這個 不然考試我考這個我看 應該很多人就掛掉 光把這一些打出來 而且不要錯誤 真的蠻有點難度的 但是如果你每天在寫C口人 這個就很簡單 如果你不是的話 我看應該很困難 那考試的時候 不會需要你做這個的 只要你做這 主要是這三行程式 其實如果你這樣看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把黃色部分mark起來 比對一下 需要哪些呢 第一個就是要做什麼 資料庫連線和執行C口語法 並且取得查詢的結果 總共這三個動作 我上面有註解 你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實在是 有點難度 有點難度 真的 即便是你自己本身 每天在寫程式的 也還是 蠻不容易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當成sample 以後可以套用它 產生你要的database 那如何做資料庫連線呢 第一個 我們前面有宣告一個名稱 叫database的一個 固件名稱 你請你放在前面 等於什麼呢 open 我create database 應該知道意思吧 打開嘛 如果沒有就create嘛 如果已經有了就打開 如果沒有就create database 這個是一個方法 後面呢 必須要加入幾個參數呢 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呢 就是你的database的名稱 叫什麼呢 就是dbname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的 這個存取的模式 那你按這邊的話呢 我給它叫做mode mode 模式 WordWriteable 就是可被寫入的 可被寫入 不過這裡好像你用那個 其他的mode wode 另外一個模式叫private 也應該是ok的 這部分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然後後面第三個參數的話是nure 就不需要給東西 那如果你要了解詳細的話 請各位 輸入完畢之後 你把游標放在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這上面 它就會告訴你 為什麼要傳這三個東西 有沒有 它跟你講 第一個是一個stream 有沒有 就是一個自竄 所以你這個dbname 就是一個自竄變數 然後intmode就是 你的模式一定是一個什麼的 一定是一個數 整數就可以了 那這個整數 如果你給0 或者private mode private 其實就是私有的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你用0 0好像就可以 private指的好像就是 你這個類別裡面的存取 那我們沒有給外部的 類別的存取 所以你給0應該也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一個就是 就是什麼呢 就是factory 這個factory這個參數的話 一般就是給 給0我就可以 這個cursor factory 我沒有 所以給0我就可以 第一個就是第一行 我們做資料的連線 那第二個就執行seql 我想如果以前你有寫過 seql語法的 應該都知道 sqseql sqseql就是真的執行的話 是這一行 那我就把什麼呢 產生一個資料庫之後的話 接下來要產生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那怎麼產生呢 就把上面的seql語法放進來 利用什麼呢 有一個方法叫 點sqseql 那當然你將來考試的時候 或者你平均打 點一下之後呢 它這個地方也會出現 所以你這個地方 當然如果你打不出來 你可以打一個esqseql 也會出現 enter 然後你再把上面的那個參數呢 把它加進來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你幾乎就只要記什麼 點1 自動就出現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把裡面的資料查出來 那怎麼樣把它查出來呢 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database點query 這個query就查詢 那當然查詢的方法 在那個database裡面有兩種 一種是一個叫query query就是怎麼樣呢 你必須傳入這麼多參數 總共有幾個參數 總共有7個參數 那你想說 哇老師怎麼7個參數 我怎麼會記得起來 其實也沒有關係 加上如果你記不起來 有個方法 你後面query 你就把它打上去之後 游標放上去 其實它也會出現什麼 相關的參考 有沒有 就打一個瓜糊 其實我常做這樣 因為自動提示 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新增參數 來配合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就直接選一個 選一個其中一個 給它一個參數 它會自動幫我們加相關的參數 那最後其實query的部分呢 就是給它一個table 我要把哪一個table把它查回來 所以這裡的話 我給它一個table name 這個table name的話 實際上就指的是什麼 就是上面這個叫mytable名稱 這個叫query查詢 那後面的話呢 給6個num就可以了 那這個6個num 其實分別是什麼呢 這邊當然也有相關的參數 那查詢的參數 我想目前是沒有用到的話 就暫時給num就可以 有興趣的話 大概再看一下 比如說order buy 要不要這個 你排序的方式 或者having go buy 要不要群組等等的 那如果沒有都給num 有6個num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第一個 它要我們做的 就是這上面的這三個部分 再來的話呢 要取得清單 那取得清單 現在就是我查出來結果 我要從資料庫裡面把資料 撈出來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查到裡面東西 丟到哪裡呢 丟到cursor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放到 list serve view清單裡面呢 實際上這個又回到我們前面 常常常遇到的問題是說 看到list serve view需要什麼呢 需要adapter 有沒有 你不能夠直接怎麼樣呢 把資料放給它 你必須要先丟到adapter之後 從adapter呢 再把資料放進來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著看一下 雲端空間上面的這個部分 請你先打開01的部分 然後把程式key上去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謝謝 謝謝